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全世界果粉翘首以待的新一代iPhone如期发布 苹果今天发布的iPhone5与外界的猜测是基本一致的 屏幕变大同时也变得更薄更轻 作为首批上市的地区 中国香港也第一时间放出了iPhone5的价格 最低售价为5588港元 约合4560元人民币 最新的iPhone5采用4英寸视网膜屏 较上一代产品iPhone4S扩大 新一代iPhone5采用铝壳金外壳与玻璃相似 机身厚度仅为7.6毫米 重仅112克 苹果称这是它迄今推出的最为轻薄的手机 此外iPhone5将预装苹果最新的iOS6系统搭载A6处理器 采用全新的8振接口 电池续航能力更强 仍采用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但支持1080批全高清视频拍摄 在发布会上 苹果高管还演示了新款手机 搭载苹果最新iOS6操作系统的效果 这一操作系统拥有包括导航服务的 苹果全新地图应用等众多新功能 苹果同事宣布 其平板电脑和老款手机的用户 也可以从19日开始免费下载新版的操作系统 除iPhone5外 苹果当天还发布了多款 iPod音乐播放器新产品 它们不仅硬件有所升级 显示屏也分别增大 新款手机和iPod都将采用 苹果全新设计的更小接口 用于充电或与电脑等相连 按照苹果的安排 iPhone5将于9月14日起正式开始接受预定 9月21日在首批9个国家和地区上市 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售价方面 两年合约版的iPhone5售价按照容量的不同 分别为16GB售价199美元 32GB售价299美元 64GB售价399美元 与iPhone4S发布支出的售价一致 不过苹果今天按照惯例也对老款的产品进行了降价 调整后8GB合约版的iPhone4将免费 16GB合约版的iPhone4S将价至99美元 作为首批上市的地区 苹果香港刚刚公布了iPhone5的价格 最低售价为5588港元 约合4560人民币 苹果还表示 9月21日起 iPhone5还将会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上市